老旧房屋多对于处在台湾地震带来说 房屋不耐震 对房屋的建筑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因此新北市政府在中央法令的架构之下 将要来协助居民自立都更 加速推动都市更新的速度 保障市民的居住安全 我们现在所推动民众方载型都更 不管是自立都更或简易都更 我们都希望是最有效率的能够来完成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行动方案 它的三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法令能够非常的简便 第二个资金能够协助 第三个当然是技术建构技术的平台 那我们这完全是透过 包括民间的这些建筑公司 银行团还有这些 我们所有的都更规划师 大家一起来再加上营造厂的协助 最后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民众的成本 增加又赢加快速度 有关新北市推动防灾型都更 加快都市更新的速度 新北市政府从三大面向提出了配套执行方案 分别是法令制度松绑 扩大适用范围 政府主动出击提供经费 还有专业的协助 还有建立产业媒合平台 资金及技术的资源 市府强调要从民众真实的需求思考来做改善 透过多管道一起来进行 才能够加速提升居住安全 感谢观看 按资金 安全健康